Hello, 大家好, GChannel 來澳門賭場搏殺的朋友個個都想贏大錢 同時又覺得賭場好像佈了風水陣 鑽黑賭客,尤其是葡京酒店的外形相當獨特 雖然賭場的發言人一再表示 葡京的設計完全與風水無關 但有不少人都認定 這肯定是一個經高人指點的風水報局 葡京的外形就好像一個雀籠 賭客就好像雀籠,入了去後就很難走出來 有人更說葡京酒店的大門就好像獅子的血盤大口 暗喻賭客就會被獅子吞了 所以入去島,走側門就最好 風水的東西見人見智,信則有,不信則無 不過一名來自內地迷信的難賭仔 為了破解賭場的風水陣 他覺得增強自己的財運 前幾天就在葡京酒店正門外的樓梯前 擺下風水陣,有六把斧頭、六把鐵材 兩號人民幣的硬幣以及四個膠袋 然後再入葡京酒店搏殺,希望贏大錢 酒店方面因為發現有大批武器,很害怕馬上報案 治安警就根據案發現場的天眼 以及酒店監控系統所定一名男子 在案發現場附近某間酒店,將他截獲和拘捕 被捕的是內地男賭客,年約五十歲 經一輪查問,涉案迷信男賭客公認 將上述的武器等物品放置在賭場門口 斧頭和鐵材從家鄉以80元人民幣購買 他上星期日攜帶相關物品到酒店對出的空地 並放在地上用作擺設風水陣 目的就是希望賭的時候能帶來財運 但就沒有交代他有沒有贏大錢 稍後警員在涉案男人入住的酒店客房 手獲犯案時穿著的衣服和證物 治安警將會落案,控告他禁用武器及爆炸性物質罪 案件已經移送檢察院證辦 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這個場景真是有點像港產片賭城大亨的橋段 居然有人有樣學樣都幾搞笑 和大家分享下,可能他真是看多了港產片 老老實實,小賭是可以移情,大賭哪有可能賭得贏賭場 好了,這集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